現場要離譜到馬牌成功上領 台上五位MODEL熱歌近舞火力施設 為台中一中商圈年貨大街活動揭開序幕 開幕這天台中市長胡志強等人 也現身一中年貨大街來拉台人氣 送出500份的紅包和日本國民品牌T恤 吸引民眾大排場囉 一中商圈是屬於年輕人的商圈 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在於時尚方面有領先的地位 你如果常來一中商圈 你就變得更年輕 21號下午2點半 2點半豆花妹會過來 你看連我都知道豆花妹要來啦 還有我們23號有一些就是魔術表演啦 還是說那個歌舞近舞都有 台中一中商圈臨近學校補習班和百貨 是全台年輕族群必逛的商圈之一 上擺攤的店家遲和玩樂都有 平時就有上千人次出入 到過年時年貨大街擺攤 熱鬧強強棍 人數還會增加兩三倍左右 為了在九天連假維持商圈乾淨 商圈管委會今年特別在加強街道管理的清潔工作 我們這裡有設置很多的垃圾龍 還有我們的那個清潔公司 委外也請很多的清潔員工 定時定點啊 任何時間都有人在清洗環境路面 來維持整個臨貨大街的整潔性這樣 一中臨貨大街從19號開始 1點14天熱鬧展開 21號下午主辦單位還會再送出500件的 日本國民品牌T恤 讓民眾能夠穿新衣過好年 記得李建台中採訪到